各位同学好 那我们这个单元要来介绍碗类的命名 那碗类的命名包括俗名还有系统化的命名 那我们第一个叫俗名 那俗名就是说这个碗类 如果说它是可以一笔画画出全部的所有的碳 那就叫正碗类 比方说这四个碳可以一笔画连起来 那这个就叫正 四个碳叫钉 那四个碳连成一起叫正钉碗 那如果说它的端点有分叉的 比方说这四个碳就是它的端点有分叉 它就叫易丁碗 所以有分正跟易 好那这个是正钉碗跟易丁碗 那如果是五个碳我们就叫物碗 那物碗的话也是一笔画 如果五个碳就叫正物碗 那这个如果端点有分叉 像这个端点有分叉 那端点有分叉我们呢 这就是把它叫做易 所以这个叫易物碗 好然后呢 这一个呢 这个署名呢 它的结构更复杂的时候 比方说这一个相当于 看起来好像十字形 其实它相当是一个球状的一个分子 那这个分子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新物碗 那你可以发现到 就是说碳的数量越来越多的时候 它的署名呢 就当然会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难记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中文系统化的命名 那中文系统化的命名是 我们的命名方法是这样 就是第一个我一笔画给它画出最长链 比方说刚刚这里 易丁丸这里 一笔画给它画出最长链 那不在主链上的就是取代机 不在主链上的就是取代机 比方说这一个 这个甲鸡 这个一个碳我们就把它叫做甲鸡 那这个原子团它不在主链上 那我就这么称呼它 就是给它编号 最长链的就是三个碳 就叫冰碗 然后呢一一二三 从靠近取代机的地方开始编 所以这一个碳就甲鸡 所以这个我可以 系统化命名可以把它叫做二 得取甲鸡 然后呢 冰碗 这你就不用去记它的书名 二甲鸡冰碗 就是呢我一笔画画出最长链 那比方说我再举个例子 刚刚呢这一个义务碗这里 最长链就是四个碳 那四个碳呢就最长链就是主体 所以呢在系统中文系统化命名这里呢 义务碗它的主体就是丁碗 那不在主链上的就是取代机 那比方说这一个 一个碳的原子团 这就是取代机 它不在主链上 那么呢我们就跟它说 它在主链上的哪一个碳呢 需要编号 然后呢从靠取代机的号码越小越好 从靠近取代机的地方开始编哦 所以这个甲鸡呢在二号碳 所以我就可以写2-甲鸡 然后主体是四个碳 所以叫丁碗 这是系统化命名 好那比方说这个新物碗 那新物碗呢 它的它一笔画哦 它一笔画呢有三个碳 那其中两个碳不在主链上哦 这两个碳 这哎呦抱歉 这一个碳原子跟这个碳原子都不在主链上哦 那就叫取代机哦 那一个碳就叫甲鸡 一个碳就叫甲鸡 所以这里有两个甲鸡 然后它都在几号碳呢哦 这个我不论从左边还是右边开始边 它都是叫二号碳哦 所以呢 它的名字呢就叫做 呃两个甲鸡 所以啊它的号码都在 它的位置都在二号碳 所以二豆点二 一起叫啊总共两个甲鸡哦 所以这写个国字二 二甲鸡 那主体呢是只有三个碳叫饼 就叫饼丸 所以呢在这里呢 我们就发现到你 你在命名的时候哦 你除了一笔画找出最长链之外 你还要知道取代机的名称哦 那如果只有一个碳呢就叫甲鸡哦 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取代机 好 那取代机这里是这样 如果假设老师这样画了一个链 这个是最长链之叫主链 然后这个主链的甲鸡 这个原子团不在主链上就叫取代机 好 比方说这个 它不在主链上 那我们就把它叫取代机 那取代机如果只有一个碳 我们就把它叫甲鸡 那你注意一下这个甲鸡 这一个碳只能再接三个氢 因为它有一个键已经接到主链了 所以它只剩三个键可以接氢哦 所以甲鸡是叫CH3哦 然后如果是接两个碳 接两个碳那CH2CH3 或者说直接把它并在一起 变CH2H5哦 那这个就叫乙鸡 两个碳这个叫乙鸡 这也没问题哦 然后如果是三个碳哦 如果是三个碳哦 这里如果是三个碳的话 1 2 3 三个碳 三个碳的话就有变化哦 它如果三个碳从主链画出来 一笔画可以三个碳 这个叫正丙基哦 那如果你从主链画出来 这三个碳有分叉 我们说末端 端点分叉 这叫乙哦 所以呢 这个三个碳可以分正丙基跟乙丙基哦 这个请大家要熟记哦 正丙基跟乙丙基的差异哦 好那现在呢介绍一下丙基哦 丙基呢 我先把它移走 好那丙基是这样哦 那从主链画出来 如果1 2 3 4 四个碳可以一笔画哦 那这叫正丙基 那如果画到端点分叉 端点分叉 这叫乙丙基哦 那丙基其实不是只有这两种 那还可以怎么画呢哦 我们还可以这样子画哦 从主链画出来的第一个碳 第一个碳呢 它就有分支 它分成呢 比方说分成两边 然后呢 呃 这一个呢 还有这一个 我一起先把它画一画哦 从主链画出来之后呢 好那从主链画出来之后 这两个 你看一下它的差别哦 这两个呢 呃 都是四个碳哦 都是四个碳哦 但是呢 呃 它是从主链画出来的第一个碳 它分成两条路 分成两条路 就两条路 然后呢 这个从主链画出来的第一个碳 它分成三条路哦 所以我们根据呢 主链 从主链画过来的这第一个碳 它如果有分成两条路的这一种 它这个我们把它叫做 二级丁基 这个不要跟刚刚的乙丁基搞混哦 刚刚的这个乙丁基是它端点 画到最后端点分叉叫乙哦 但是你第一个碳就分开 分成两条路 叫二级丁基 那这个二级丁基呢 我们又叫做第二丁基 然后呢 这一个叫三级丁基 主链画出来的第一个碳 就分成三条路 就三级丁基 又叫第三丁基 那这个呢 请大家要熟记它哦 这请大家要熟记它 好 那我们呢 接着呢 就开始来介绍一下 命名哦 好 那比方说 现在这里有一个化合物 把它放大一点 好 那这个化合物呢 我们要命名它哦 那命名它呢 第一个你要一笔画画出最长链哦 那最长链呢 是这样子 我就开始画 好 从这里画过来 画过来之后呢 注意 再往上两个 往右三个 往右是最长的 一笔画画出最长链 好那一笔画画出最长链之后哦 你注意这这一题的最长链 你也有可能 刚刚你也可能是这样子哦 我再画在旁边 我现在只画骨架而已哦 那刚刚呢 同学们呢 你的一笔画画出最长链 也可能是画成这个样子哦 好 然后这两个样子呢 你就数一下它的 取代机的数量哦 取代机的数量呢 左边这个有一个取代机 两个取代机 三个取代机 三个 取代机 好那右边这个呢 它有 一个取代机 那你注意 这这三个碳呢 是同一个化学件接出来的 所以它们是同一个原子团 这样叫做一个取代机哦 那这个取代机 有没有印象 这叫什么呢 这一个 这个画出来 三个碳有分叉 有没有 这叫义丙机哦 所以这个只有两个取代机 这只有两个取代机哦 那当然这这样 命出来的名字 就会不一样哦 那我们当然只能有 同一个化合物 只能有一个名字哦 所以我们规定 规定呢 如果有 主链的数量相同的时候 但是取代机的数量不同 以这个取代机 比较多的为准 那换句话说 三个取代机是对的 那这个两个取代机的 就比较少 那就不对 那当然这个对跟不对 要或不要 当然是我们人为去规定它 因为我们只能有一个名字哦 所以这里呢 以三个取代机的为主 所以这个两个取代机的 就不要 这大家没问题 好 那这样没问题之后 我们就再继续哦 这两个取代机的不要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命名哦 那命名的时候呢 第一个它主链哦 主链是六个碳 所以它主体叫集碗哦 那集碗有了之后 就开始编号哦 从靠近取代机的地方开始编哦 那这里编过来 二号碳就有夹机 那这里编过来 从右边编过来哦 假使刚刚我从右边 一二三 那三号才会有取代机哦 那取代机的号码呢 越小越好 所以呢 你第一个遇到的取代机的号码 又越小越好 所以我从左边开始编 所以这二三四哦 所以它的名字呢 是这样子哦 它二号碳上有一个甲机 三号碳上有一个乙机 两个碳是乙机 四号碳有一个甲机 那我们命名的时候哦 先叫甲机 再叫乙机哦 所以呢 这个甲机在二跟四号碳哦 所以它叫做二 豆点四 二跟四一起叫 两个甲机 二四 dash 二甲机 然后再dash 三号的碳有一个乙机 所以dash 三 dash 乙机 那主体是几碗 主体是几碗 所以这样的名称的命名哦 好 那只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哦 那我们再去往下看哦 那如果是缓碗哦 那缓碗的话 那就是比方说三三角形这个就是环冰碗哦 然后四边形这个是环丁碗哦 以此类推 五个碳就环雾碗 六个碳会成一圈环机碗哦 那环上如果有取代机哦 环上如果有取代机的话哦 我们看一下哦 环上如果取代机那取代机的号码当然就是如果只有一个 像这一个 这个环雾碗然后接一个甲机哦 那这个呢 以这个碳一定 这个甲机一定是接在一号碳哦 所以不用讲 直接讲甲机环雾碗就可以哦 但是如果有两个以上哦 多个取代机的时候哦 那取代机的号码就越小越好 所以呢 呃 讲义的这个例子哦 讲义的这个例子呢 它一二四 那或者是呢 一三四 那当然一二四的号码比较小 号码越小越好 所以一二四 三甲机环机碗哦 那一三四号码比较大就不要哦 如果第一个 第一个一定是一嘛 那就比第二个 第二个号码越小越好 所以一二四哦 好 那我们来做做题目哦 第一个哦 那画出下列画第二个 第一个哦 二二四三甲机物碗哦 那二二四三甲机物碗 我就这样看哦 呃 第一个哦 呃 我先画主体物碗哦 物碗就五个碳 一二三 哦 那我在画的时候 你注意哦 呃 键跟键之间稍微控一下哦 哦 好 五个碳哦 物碗 主体先画出来 然后编号哦 一二三四五哦 那编号的话轻一点 因为这个号码 等一下会把它插掉哦 一二三四五哦 好啊然后呢 呃 二总共有三个甲机 三甲机在哪里呢 二号二号跟四号哦 所以 二号 二号 两个甲机 两个甲机 二号二号跟四号 哦 那这个你你注意哦 你你这个取代机你画在上面画在下面都可以 因为这个分子可以翻上去翻下来哦 所以啊 画上画下都OK 好 二二四哦 总共三个甲机的误碗哦 那你画到这里还没结束 因为你只是把骨架画出来哦 那最后你还要再把氢补上去哦 那氢补上去的时候 像这个第一个碳 它有一个键哦 所以你再补一个三个氢哦 总共碳有四个键哦 然后这个第二个碳呢 它已经四个键不用补清 第三个碳两个键 所以它补两个氢哦 第四个碳有三个键 所以补一个氢哦 第五个碳一个键 所以补三个氢哦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二二四三甲机误碗 就画完了哦 那第二个呢哦 第二个它怎么命名 它是还碗类哦 它还几碗 那有一个甲机哦 所以呢 它就叫甲机还几碗哦 它就叫甲机还几碗哦 这老师就不写了哦 好这很简单 来再往下看哦 这比较难的应该是第三个哦 第三个呢 它给你它的氏姓氏哦 那氏姓氏呢 你可以看到它有挂号 那你看到挂号的时候你怎么办哦 挂号是这样哦 挂号呢就是先把它当作分支 先把它当作取代机哦 那取代机基本上它都是这样哦 现在假设我现在这里有一个碳好了 我现在这一个碳哦 假设这个碳把它涂成红色的碳 把它涂成红色的碳哦 先看到红色的这个碳哦 那红色的这个碳呢 它旁边它这个有一个挂号对不对哦 那挂号去把它当作分支哦 那或者取代机 那这个挂号往左边连过来 哦 就是这一个 乙姓呢 它是接在红色的碳哦 那这里也有一个挂号哦 我用另外一个颜色橘色好了哦 那这个橘色呢 这里有一个挂号 那这个挂号也是要往左连哦 所以这两个分支呢 都连到红色的碳哦 挂号往左连哦 讲OK哦 然后呢 如果说这个挂号 如果说这个挂号已经在 这个挂号如果已经在最左边了 这个挂号如果已经在最左边了 那它只能往右连 它只能往右连 这样OK哦 好 所以呢 我现在来画一下哦 这一个 这两个碳原子哦 这两个碳原子先把它标出来 哦 这中间哦 这两个碳原子呢哦 我就先把它标出来哦 啊然后呢 呃 这碳原子我把它标出来哦 然后呢 这一个呃 左边哦 左边这两个CH3挂号就两个甲基哦 挂号在最左边只能往右连哦 所以两个甲基哦 只能往右连哦 所以呢 这两个甲基 好就画这样子哦 两个甲基只能往右连哦 这没问题哦 啊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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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 处理红色的这个碳 这个碳旁边这也有两个曲 两个分支哦 然后呢 蓝色的这一个 往右连哦 所以我画一下蓝色的 CH2 CH3 好 这是乙基 好 那红 橘 橘 橘色的 橘色的也只能往右连哦 那是正丙基 好 然后现在我现在就按照这个结构把它画出来 好 那画出来之后呢 呃 看一下它的怎么命名哦 秘密第一个一笔画画出最长链哦 那最长链当然哦 就 呃 规划一下 好 规划一下哦 最长链在哪里哦 假设我从 从这里开始画 好 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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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后来之后往上哦 两 多两个探 往下多三个探哦 所以最长链应该在这里 好 最长链应该在这里 123456 好 最长链应该在这里哦 那它有几个取代机呢哦 它有 一个甲鸡 一个乙鸡 好 这两个是取代机哦 这两个是取代机哦 在这里 哎呦 哎呦 那一个甲鸡 一个乙鸡 是取代机哦 好 那这样我就可以开始命名哦 那命名之前呢 哎 有同学说 就懂 这个呢 我发现另外一个更长链 为什么不是他呢 啊 哪里呢 这里也有一个最长链哦 呃 假设我 我把画在这里 好好 那刚刚这里呢 呃 呃 不行 呃 呃 保险啊 再画一遍好了 哦 这里也有一个最长链哦 呃 这里哦 我现在只画股价就好 哦 刚刚这一个呢 这个老师现在只画股价哦 那刚刚有同学可能会觉得说 哎 那呃 这里不是一个最长链哦 在这里 好 这里也是 一二三四五六 好 这里最长链是六个碳哦 但是呢 如果你用这个当最长链哦 一遍的话哦 那你有没有发现 那你只有一个取代机就是这一个 啊 这个叫义丙鸡 啊 那这个是一个甲鸡 一个乙鸡 那我们说以取代机多的为准 好 所以这个取代机比较少的就不是 好 要以取代机多的为准 好 所以我们就开始命名哦 所以呢 呃 给他命名哈 第一个预待的取代机号码越小越好 所以一二三 四五六 啊 好 所以呢 是 二 甲鸡 好 dash 3 dash 3号有乙鸡 好 那主体是六个碳哦 所以叫鸡碗 好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啊 命名哦 那这个命名呢 呃 C-H-2 16个啊 C-O-O-H 哦 诶 就18 正18酸哦 然后呢 他有时候会是主链的缩写 好 他有时候会是主链的缩写 好 就是你看到他不是写C-H-3 好 不是甲鸡乙鸡 那是这个 C-H-2 那C-H-2不是甲鸡 C-H-2就是主链的缩写哦 然后他是这样子哦 C-H-3 然后呢 C-H-2有总总共有几个呢 好 总共有16个 好 因为太多了 所以就把它挂号起来 好 这个C-H-2 总共有16个 好 这里有16个 C-H-2 好 就把它挂号起来 好 所以这个挂号呢 也有可能是主链的缩写 请大家注意一下 好 然后呢 再往下哦 好 比方说这一题呢 在最后练习一下 这个要你命名哦 那命名我就当然一笔画画出最长链 好 画过来 好 往上只有一个不行 好 再画过来 好 然后过来就往右往下都是一个摊 所以这两个应该是一样的哦 然后呢 取代机 好 一个 两个 两个都是甲鸡 两个都是甲鸡 所以就请大家给他命名一下 应该是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所以是怎样的哦 所以是二号跟四号哦 二号跟四号 二 二 豆点四 都有甲鸡 这一起叫哦 二甲鸡 那主体有六个摊叫鸡碗 好 这样可以哦 然后呢 呃 刚刚这里呢 如果 你 你 你是画这样子哦 一二三四五 好 如果你画这样子 行不行的通哦 呃 编号 然后呢 靠近取代机 开始编 一二三 四 五六 这里编出来还是二跟四 二跟四 都有甲鸡 所以答案也是二四二甲鸡 好那杨氏六个摊叫鸡碗 所以这名词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的命名呢 就讲到 碗类的命名先讲到这